最近當我在做我自己個人的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家蠻有趣的公司 它可以說是一家高息股 股息高達6% 但是同時間 當我在看分析師給予這家公司的目標價格 是高達了40%的折價空間 可以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家公司 不想錯過 就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哦 嗨,我是樂學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和我一起快樂學習吧 這個頻道主要分享一些投資理財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一定要點贊、分享和訂閱哦 當然,如果你想要開通一個投資馬股賬戶 可以考慮Mplus新棒安排加價 最低收費只需要從0.05%起 更多詳細可以查看下面的描述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公司也就是 SportsTotalBirdHard 股票代碼為Sptotal1562 另外這家公司一個比較令人大家所熟悉的 也就是他們的博彩測試業務 Number Forecast 又稱為彩票 而且不懂你知不知道 SportsTotalBirdHard旗下也有另一個核心業務 也就是擁有英國一家豪車經銷箱 所賣的這些豪車當中就包括了 Ferrari、Maserati、Lamborghini等等 而這兩項業務更佔SportsTotalBirdHard 大約52%和47%的收入 那麼明擺了業務 我們就來看公司近期的股價 我們現在來到過往一年的數據來看 公司的股價是已經下跌了大約20%左右 目前可以說是公司自上市以來的低位 所以我就不禁好奇 是否是因為整體收入盈利表現不佳呢 但我們看向過往幾個季度的表現 老實說整體收入和盈利都已經慢慢回到了疫情前的正常水平 所以公司自身表現好像並不是股價下跌的主要原因 那麼講到這邊啦 其實相信大家應該也就會猜到下跌的一大因素 也就是博彩業務的根本性質 是有賭的成分 所以自然而然在馬來西亞就會有政策 意見來影響這個領域的發展 而在我們看近期的新聞 我們是可以看到吉打 政府是在2023年的1月1號 中止了所有在該州範圍的博彩業務 同時見 安華政府也在2022年12月宣布減少博彩的Special Draw 從一年22個減到8個 那麼這個Special Draw是什麼意思呢 在馬來西亞一個禮拜通常會有3次開獎 分別是113星期六和星期日 也就是說一年會有156次開獎 至於Special Draw 也就是在星期二的開獎 而根據政府的政策 以前在一年你星期二可以額外開22次 但是現在只可以開8次 最簡單來講啦 這一系列的政策最直接的影響 也就是減少博彩公司的收入 那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問也就是 是否這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呢? 先說吉打州 該州的門店 暫而也只不過是占了 Sport Toto Burhat 全馬來西亞門店的大概3% 整體盈利應該只會有少於2%的下滑 而且公司管理層也說明了 他們將把在吉打關掉門店的quota 拿去別的州開 來減低這次事件的衝擊 還有,畢竟馬來西亞整體的宗教意識比較強 是否在回教為主的州屬還會被影響呢? 那麼其實Sport Toto Burhat在馬來西亞約有大概680家彩票店 在吉蘭丹和鄧加羅州是沒有門店的 而且在比利州也只有4家門店 所以影響不大 至於Special Drawing的影響 我們看向公司財政2022年的數據 平均一次的衝獎將會為公司產生大概15.5M的收入 而少了的Special Drawing對公司整體收入 減少應該是在大約200M 但是我們要明白 Sport Toto Burhat每年的平均收入都在大概5M左右 所以200M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且有分析師也指出了 通常Special Drawing產生的收入是比平時的 Drawing少的 因為這個Special Drawing並不是在民眾所熟悉的星期三和星期六和星期日 所以重點是什麼 就是看起來公司對於政策是非常的敏感 但是老實說影響不大 所以是否目前的股價是一個市場對於博彩業務的過度恐慌呢? 而我個人就非常喜歡這個報導的標題 簡單來講博彩業其實影響不大 反而是政府將會減少收入 所以這也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狀 是否政府會持續實行嚴苛的管制 但是同時見 他們也會為此減少他們自己的收入 非常歡迎大家下面分享你們的看法 那麼我們接下來再換一個看點 我們看向公司的這個整體的構造 我們是看到Sport Toto Burhat旗下是擁有大約 88.26%的Bajaya Philippines 而這家公司主要也就是擁有HR Open PLC 也就是開頭跟大家講解的英國豪車經銷商 那麼Bajaya Philippines其實是一家在菲律賓的上市公司 而如果我們看向截止2月26日的股價 Bajaya Philippines的市值是大約 28.652BP 也就是大約2.31B 以Sport Toto Burhat擁有的88.26% 價值就在大約2BP 而如果我們看向Sport Toto Burhat的市值 也就是在2.07BP 這就代表公司是嚴重被低估 因為單單豪車業務就已經估值在2BP 然後我們是還沒有加進公司的博彩主業 難道博彩主業只是值70個Million 不可能 因為要知道萬能 Magnum Burhat 是在馬來西亞一個單單從事在博彩業務的公司 他們的市值就在大約1.7BP 而Sport Toto Burhat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博彩運營商 所以這也就代表是一個非常大的折價空間 但是我需要指出 Bajaya Philippines的PE是在大約40左右 我個人並不熟悉菲律賓股票整體市場的常態 但是通常我們都說了 PE普遍來講都是在15左右 而且Bajaya Philippines的股票流通量是蠻小的 所以是否馬來西亞本組投資者 並不認同Bajaya Philippines的估值呢 那麼講了公司的估值 我們就講回公司另一個亮點 也就是高股息率 差不多是在6%左右 但如果我們看上過往的股息拍法 確實以前的股息是比較高 但是目前的高股息率 其實也就要歸居於股價下跌 導致目前的整體股息非常吸引人 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去以萬能 Magnum Burhat的3.2% Sport Toto Burhat目前股價所給予的高股息 也就非常吸引人 那麼想回公司本身的這個生意模式 我們是可以看到 雖然Sport Toto Burhat 平均的收入是在大約5個Billion左右 但是他們的稅入盈利並不高 通常是在2個Billion區間 也就是大約4-5%的這個稅後盈利率 當中的原因也就是因為 所以博彩業本身需要給予的稅務是比較高 所以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收入減少是會影響政府的口袋 除此之外 公司的豪車業務本身的盈利率不高 因為畢竟是一個中介人的角色 所以盈利率不高也就情有可原 所以這也就代表 如果收入因為一些外來因素導致下跌的話 公司是沒有太大的護城河 是會出現虧損的 那麼講到公司本身的這些數據 我們就來看一些比較宏觀的數據 也就是彩票這個板塊有什麼看頭呢? 馬來西亞截止2022年的人口是在大約33.8個Billion 能買彩票的人群在35%左右 然後扣除一些還沒有夠稅的大概有35% 所以真正的買彩票的人也就只有7.6個Billion的人口 然後一開始也就說了嘛 平均一期的彩票是為Sport Solable Heart 產生大約15.5個Billion的收入 但是這也只是Sport Total Heart 馬來西亞還有Magnum Heart和大馬彩的運營商 所以如果我們保守估計 一期可以為這些彩票運營商所產生的收入 應該是在30.5個Billion左右 所以這也就是說 馬來西亞每一個能買彩票的人 每一個禮拜都會花上大約12令吉在買彩票 一年就至少在1872令吉 當然啦 根據我在網上讀到的資料 普遍買彩票的人群都是屬於中年與老年 所以會不會出現了沒有接班人去補位呢 這就會導致未來的收入下降 整體成長空間不大呢 也確實到我們看 不管是Sport Total Heart還是Magnum Heart 歷年收入普遍上來想都是有一點偏下滑 如果有時要去買彩票的朋友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們 是否也有蠻多年輕人在買票呢 還是主要都是中老年人 當然是否經濟不好的時候 買彩票的人也會更多呢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個人是認為整體馬來西亞彩票的成長空間不大 好吧 就來做一個總結 這個影片並不需要探討買彩票能不能賺錢 反而是要從一個價值的角度來看 目前Sport Total Heart的估值確實是非常吸引人 當中的折價空間非常大 除此外 他們的高股息也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一點 當然相信整體市場對於馬來西亞博彩業的一大恐慌也就採決於政策 我個人認為確實會有影響 但是老實說 我們也看了數據影響不大 所以是否現在在人家恐慌的時候 你就應該貪心呢 歡迎來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當然如果你本人有什麼精彩的買票經驗 也可以在下面與我們分享分享喔 那麼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買彩票 投資虛情深 賭力思考很重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